哈囉大家好 很多人反映華碩的ZenFone 7、ZenFone 8 更新到Android 12之後呢 這個Wi-Fi跟行動數據的按鈕呢 就被整合到了一起 就像現在畫面下拉這邊 變成只有一顆叫做網路的按鈕 所以你今天要把Wi-Fi關掉的話呢 你發現點下去它並不會關掉 而是出現一個視窗在下半部 在這邊既可以控制行動網路的開關 也可以來控制Wi-Fi的開關 但是這樣子也帶來一個麻煩 就是當我們想要關閉Wi-Fi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辦法直接點一下關閉 變成要多一步來做操作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恢復成之前 Wi-Fi單獨一顆按鈕 行動網路也單獨一顆按鈕的方式呢 其實可以的 這兩顆按鈕其實並沒有小時 它依然是存在這個快捷面板中的 只是預設它被拿掉了 我們現在就來教各位怎麼把它拿回來 各位現在下拉這個快捷面板 這邊可以看到下面有三顆按鈕 我們可以連選左邊這個一個筆的符號進行編輯 這邊你就可以根據你想要的快捷按鈕 來進行添加或刪除 以及調整它們的順序 這邊我們可以滑到下面 下面這些按鈕就是可以使用 但是目前沒有加到你的快捷面板中的 可以看到第一列呢 就是這個Wi-Fi按鈕 跟行動數據按鈕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按住你的Wi-Fi按鈕 然後拖移到上半部 調到你想要的位置 比如說我現在還是給它排在第一個 Wi-Fi 然後再往下滑 找到行動數據 壓著 一樣往上 拖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顯示我現在就放在這邊 好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按個返回鍵 這樣子這個設定就調整好了 現在呢我們再下拉你的通知面板 你就可以看到 Wi-Fi跟行動數據的按鈕 就被單獨分開來了 你想關行動數據就按行動數據 行動數據就關掉了 再按一下就打開了 想關Wi-Fi把Wi-Fi按一下 Wi-Fi就關掉了 好那這時候就會切換成行動數據 想再打開Wi-Fi再把它打開 這樣就沒問題 那更新後多了這顆網際網路按鈕呢 你不想要 可以把它丟掉 一樣再下拉 按比的符號 拖一隻網際網路按鈕 把它往下 就一樣 把它丟回去下面這個區塊 這樣子呢 這個按鈕就不會顯示在你的面板上 好返回鍵 這時候呢 這個Wi-Fi跟行動數據的按鈕 就都回來了 OK以上就是今天關於 ZenFone機 ZenFone 8更新的元素的時候這個 按鈕的設定方式 我是愛蓁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還沒看到 按鈕 來吧 好嗎 小聲 按鈕 按鈕